风水禁忌 床头千万不可朝这几个方向 大不吉利 你家放对了吗 床头千万不可朝这几个方向 大不吉利 你家放对了吗 居家风水是住宅中很重要的部分 人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在卧室度过 它是我们的避风港 因此 卧室的环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休息和睡眠 优秀的卧室风水以及风水禁忌 你知道多少了呢 不少电视制作关于风水形态节目 哪里不应该摆什么 哪里应该放什么 真的是看得雾沙沙 想要掌握好居家风水 了解风水禁忌 给家人带来健康 事业带来益处 还能夜夜好眠 这个补充我们每日能量的地方 床的摆设 通风 采光 我们都应该好好重视 民间有传说 好床能带给人喜运 床的方位摆正却可以尽才 摆错 家里会一直都不安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